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翻外 第89集 意乱情迷 吃完饭 回家之后 顾南婷陪着女儿一起完成手工作业 程潇泽去收拾屋子 洗衣服了 很久没有回家 虽然刘嫂将整个屋子打扫得很干净 但毕竟卧室还是要自己收拾的 所以她就忙前忙后着 时不时叫一声顾南婷 问她做完了没有 完了就出来给她帮忙 顾南婷则加快速度给小悠做好手工 两人一起做家务 等洗衣机洗好了衣服 一起晾衣服 小悠时不时跑过来打个岔 两只小手手胡乱抓起湿漉漉的衣服 也要学着爸爸妈妈的样子晾衣服 将盆子里的水弄得自己身上到处是 程潇泽把女儿拽到一边去 让她不许插手 不许帮倒忙 小悠却还非要那样干 两只手插着腰 看起来一副神气的小大人模样 程潇嘴里骂骂咧咧 顾南婷 你也不管管你女儿 静瞎整 顾南婷瞅了母女俩一眼 行了 潇潇 你带着她去检查检查 她作业完成了没 剩下的我来弄 于是 程潇叙叙叨叨带着女儿去她的房子了 哄着女儿睡着之后 两人也回自己房间了 程潇坐在床上刷着手机 又刷到了三 二十一 东航飞机事故的头条 虽然事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但她一看到有关事件的任何消息 心里还是会很难过 她说 南婷 你知道吗 三 二十一那天 我在去找你的路途中 心里想过各种结果 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害怕 我怕你在那趟航班上 怕失去你 我以为我就要和你永别了 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怕小悠再也没有爸爸了 我当时就想 若你死了 我就跟随你而去 顾南婷听了程潇的话 心疼地说 潇潇 你怎么这么傻 你这么坚强乐观的女孩 应该更知道生命的可贵 我若真的不在了 你也要好好活着 你忘了 现在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 还有我们的女儿小悠 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 你都要爱惜自己 就算是为了孩子 你也要好好生活 我们虽然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 但可以丰盈生命的宽度 程潇点点头 我们要好好活着 好好地生活着 我一直都很坚强 得失随缘 爱恨随意 注重健康 好好地爱自己 爱家人 生命太宝贵 也很脆弱 经不起任何的折腾 看着眼前的爱人 她觉得 此生能遇到一个这么爱她 把她的安危 时时刻刻放在心上的女人 并拥有着她 三生有幸 她摸着她的头 说珍惜生命 活在当下 且行且珍惜 于是 便慢慢附上她的唇 将心中所有的恋爱 全部化作一个吻 有小心翼翼 浅尝折指 到无尽索取 大胆而热烈 缠绵匪测 很快 两人便意乱情迷 承潇一只手环抱住 顾南婷的腰 一只手在她强健的背上 抚摸着 深情地望着她深邃的眼眸 而顾南婷的手也没闲着 承潇被摸得全身酥酥软软 情欲满满 望着自己最爱的男人 便再也忍不住 主动出击 两人紧密交缠 顾南婷还不忘在她耳边 说着动听的情话 老婆 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女人 承潇满脸红韵 边交喘着 边用力配合着 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她有多爱她 承潇在顾南婷的带领下 一次又一次登上疯癫 夫妻之间最快乐地莫过于此 正到两人快乐地 忘乎一切之际 小悠在外面吵吵闹闹喊着 承潇恍然清醒过来 她紧张地往上拉了拉被子 顾南婷道 别担心 我锁门了 继续着她的动作 小悠推门没推开 继续在外面大声喊 爸爸妈妈 你们锁门干什么呢 我要进去 承潇有点担忧地说道 要不我穿上衣服 去开下门 顾南婷 不管 你别乱动了 来 我们继续 乖 萧萧 承潇配合着顾南婷 顾南婷手上的动作依旧没停 床依旧剧烈地晃动着 两人依旧意乱情迷地 抱着对方嘴里 时不时发出暧昧的呻吟声 过了几秒钟 承潇迷迷糊糊地 听见刘嫂过来带走了小悠 小悠不停地问 刘嫂爸爸妈妈 为什么要锁门 刘嫂老脸一红 只能告诉她 爸爸妈妈 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不能被外人打扰 不知小悠听懂了几分 不过 终归是乖乖跟着刘嫂 回去睡觉 而卧室里的动静 也是闹了好几个小时 才停下 不过 足以可见 顾南婷到底是顾南婷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 都可以做到不慌不乱 镇定自若 是方法 黄系 继续 是方法